斯马南频道 我是中国公民 北京市民 北京市东城区居民 斯马南 今天我们再说蚂蚁 从蚂蚁到鞍树 爽爆了的玩法 为什么不能持久 鞍树是一种很特别的树种 这个树长得特别快 迅速成林 是最好看的一种经济奇迹 你栽树 别人栽树 十年八年 十年树木吗 十年 人家用不了几年 唰就起来了 两年起来了 厉害吧 这种鞍树 特别适合于创造经济奇迹 很好看 地方政绩 你说这个鞍树这种涨法 和现在遍地开花的 这个中国的电商产业 有没有一点相像 有人说不像 瞎打比方 有人说还是有点像 为什么说这个 因为大家都知道 10月2号呢 就是前天的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保监会 中国证监会 还有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人 一块约谈蚂蚁集团 怎么一下子来这么多人 一般就是一个单位约谈就可以了 国家代表国家 对吧 这几个都是国务院的直接的组成的部门 相当高级的专业管理机构 一块约谈蚂蚁金服 怎么一块来这么多人 这事儿就问题事儿大了呗 对不对 如果是校长书记 班主任系主任一块来找你谈话 你觉得这事儿和班主任 找你说实话能一样吗 那当然就不一样啊 找谁谈 找蚂蚁集团的董事长 总裁 还有马云谈 这个蚂蚁集团特别有意思 蚂蚁集团有董事长 对吧 有总裁 董事长呢 叫景贤栋 总裁呢 叫胡小明 但他们在马云的面前 那都是 释怀丫头拿钥匙 因为马云的大名叫实际控制人 马云是董事长之上的董事长 总裁之上的总裁 对吧 名义上下野了 跟老蒋一样 名义上我下野了 回凤化去了 不管事事了 这次都是你们管的 但是依然是整个国民党的总裁 整个中华民国的事情 蒋委员长全管 知道吧 大家知道 这个代总统李宗仁 是既无裁权又无兵权 干部也不听他的 所以只是个名义上的代总统 马云呢 这个实际控制人 和蒋委员长有一拼 你看 小景景贤栋 胡小明 你指示 马云如果不同意 景前动董事长 一动也不能动 胡小明总裁 裁了也白裁 很多人喊马云是马爸爸 实话说 我就一直觉得 这种网络语言 听着有点别扭 你说马云利用 三亿人的支付宝余额 搞二次信用贷款 这个事说白了 不就是美国金融衍生品 在中国版吗 对吧 美国人玩砸了的东西 在中国玩 现在还没砸 有关方面叫停了一下 怎么就引起那么大反弹 马老师捅了马蜂窝 这件事情 如果说你现在酝酿了 极大的风险 还不够的话 追加一句 这个问题的性质是什么 是私企挑战 国家的金融控制权 任何一个主权国家 都有金融主权 金融主权具体落实为 N多种权力其中之一 叫金融控制权 现在马云所领导的 这个庞大的蚂蚁帝国 大了 不服管了 对吧 长大了 是 长大了 对不起 在哪个国家 你这挑战国家的金融控制权 都是不被允许的 我们最近 那么多人都说上当受骗了 上什么当了 P2P P2P为啥爆雷 咱们不说 咱们不说 咱们不说什么单位 什么地方政府出面 名人站台 什么经济学家不要脸 咱就说 P2P为啥爆台 就是因为他本身就在资本证券的市场上面 放高杠杆的 玩高利贷的 知道吧 然后用高利贷继续呢 放杠杆 知道吧 那马云这事呢 不是P2P 但是呢 你知道离多远 离我估计有这么远吧 这么远 或者这么远 为什么这事这么久了 到今天突然间才叫停啊 我的看法是 仗要一仗一仗的打 饭要一口一口的吃 情况是在不断的变化 有些人呢 不断的提供材料 有关方面决策 现在就到了这个坑截上了 还有 五中全会刚开完吗 对不对 要大布局了吗 还有金融反腐年吗 还有幼儿园小朋友都懂的 排排做分果果 这次是轮到 小蚂蚁爬也爬 今天轮到你了 小蚂蚁爬也爬了 今天轮值到你家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政商不分呢 这不行啊 政商不分 必然会出现这类问题 所以你说这种现象频频发生 到现在突然叫停 突然车子剧烈震动 为啥 原因就是此前大量的发生 政商不分的现象 那咱跳开一点 咱不说中国 说中国得罪人的 马云同志对我什么看法 咱说军工复合体 对吧 美国 这里边的最大的问题就是 我们国家的企业质量不行 这质量不行 这企业发展质量不行 你跟人日本比日本动不动 企业就百年老店 甚至欧洲有些国家是 一百多年的老店 甚至还有句说更长的 欧美国家企业寿命 比我们的企业的寿命 普遍都长 我不是重洋没外 我是说 他们的那套 企业寿命比较长 说明企业质量 也说明企业内部的制度 他玩得起退休之后 兑现游戏 中国的企业发展时间很短 竞争激烈还不算 活下来就不容易 所以普遍急功近利 都是重安数 所以急功近利 生存状态恶劣 发展根基不牢 企业家有企业家的问题 规划有规划的问题 财务有财务管理的问题 还有地方政府 逼你高速发展 银行逼着你企业高速发展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重安数 用重安数的方式来搞商业 用重安数的方式来搞 所谓金融衍生品 你这不是蚂蚁的问题 而是蚂蚁生活在一个 适合蚂蚁的周边的环境当中 是我们的整个环境当中 有值得检讨的地方 坦率说中国现在企业发展的 中小企业的质量比较低 没有良好的企业业态 你自由市场 你推行受阻吗 自由市场 你受到垄断经营 在国外的发展过程当中 它是个慢慢的过程 是成长起来的 是市场规律 政治管理相结合的产物 咱们最开始是垄断经营 本来就缺少自由市场 在中国模式里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 这个安数最恰当 安数这比喻不是我的比喻 这个比喻是院长的 有个人自称院长 他不让说名字 我就直接拿他的比喻来说 你不让说名字的 对吧 那我怎么办 现在我们有些企业巨头 就直接搞垄断经营 那安数呢 它是有个比喻 安数就是抽水机 它用的水量巨大 按大面积 你种植这个安数 你这一片地下水水位都下降 因为它大量吸水 有些垄断企业 比方说那家 比如说那家 比如说那家 它直接控制了融资和资本的渠道 而且还玩高杠杆 导致资本渠道堵塞 资金艳塞糊 那当然金融风险 就几何技术放大 你玩的大了 你把水都抽走了 其他企业怎么活 就没法获取资金 这就是安数的抽水机效应 你不但抽水还抽肥 土地肥力下降了 土壤肥力需求你太大了 你活得太好 别人活得不好了 对不对 大家知道体内长癌症 很多人以为长癌症是烂了 错 体内长癌症 比如说司马南现在得胃癌 不是司马南胃上烂了一块肉 而是司马南胃上有一块 长得相当好 生命活力最强 养分吸得最多 占据了最多的资源 货家伙 他活得太好 别人没法活了 于是他疯狂长大 就影响了整个机体 司马南就得做胃癌切除树 对不对 那安数就是这样 因为你复合植被得不到起码的养分 严重破坏 土壤退化 水土保持完蛋了 然后土壤 植被不适合存活了 企业也一样 企业人才良好的市场环境 肥力土壤 你被集中垄断了 对吧 市场被集中霸占了 都被一家或几家格式化了 就会造成市场单一 价格当然也是由人家定啊 对不对 还有人才之大问题 机构臃肿僵化 又会导致人才浪费和流动不足 大家想一想 今天在市场上 中国的市场 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啊 对吧 有些垄断企业 站着毛坑不拉屎 不但是安数还是霸王术 你凡是引入安数的 就比方云南某一个地方 我去过的 当地的其他的原产的物种 完了 被抑制了 发展不起来的 原生物种就退化了 甚至在众安数的地方 草都不长 动物都没了 生态链被彻底完蛋掉了 他们进入市场 原有的市场刷 完了 你现在想到什么企业没有 再想想 你往淘宝那边想想 你往京东那边想想 像淘宝这样的企业 我曾经若干年前 我连续主持过N多年的什么互联网 互联网这个商业 电商大会 电商大会 哎呀 那个时候我就发现 每年呢 这个电商啊 打着捆啊 翻着番的增长 就是原有的商业业态 无论是批发还是零售的 完了 一点让我回缩 能增长1%都是巨大的成就 你淘宝这样的企业 你疯狂发展 对于传统的制造业 商业零售批发业 结果是什么呀 结果就造成社会商品的 同质化 单一化 要不然人家那某刘某东 刘某东怎么敢说 十年实现共产主义呢 是 他十年就把中国的零售市场 和批发市场全部格式化了 然后是仅仅保持最少 规模的和种类的产品的生产 这能不共产主义吗 这观点也是院长的 不是我的 所以有些地方企业 按照呢 安述企业搞合作 大规模对线下的实体 进行毁灭性的绞杀 咱过日子 至少 我们隔壁那几个老太太 花和支招展的 还喜欢逛街 如果啥东西都在网上买 老妈咔齿眼的 在手机上买东西 那和逛街商店里转一转 体验能一样吗 但是完了 现在连北京在内 很多实体店呢 我告诉你 宝本经营都很难 为啥 就是因为安述企业发展了 对不对 生态链你脆弱 你失业率上升 市场总规模下降 这叫做市场的同一化 单一化 同质化市场萎缩 结果就是 无论市场规模 市场质量 市场 反正市场完蛋掉了 对吧 后来后来他们自己又发展线下 人家不是有些店 马云他没有开线下的店吗 好 线上线下通吃 那你还让不让别人活了 对不对 这个在互联网泡沫的时候 就已经应验了 对不对 人工的安述 导致绿色沙漠 还容易形成火灾 安述的事咱就不说 只是打了个比方 你电商 电商啊 它发展的太快 下接在互联网上 导致大量的中小微的企业死亡 批发零售企业死亡 下岗率高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们通过互联网金融的平台 又去 又去跟淘宝的东奖 高杠杆金融衍生品操作 去跟人家借钱 这手里的巨额资金 这事怎么看呀 院长说 这叫做政治保护完成的 对优质企业的兼并 是社会发展经济的一种毒药 当然了 当然了 有个二马一流是吧 二马一流是谁 你自己猜吧 二马一流呢 在这种适当的这种条件下呢 社会发展就有很大的风险 这个背后呢 是有另外一种推手的 这种事二马一流是自己干不了的 一定是有后面推手的 什么推手 我不适合讲 这个安述呢 是和世界经济市场罕见的案例 它是个怪物 不是说老外不搞正常勾结吗 哪里不搞正常 二十四通 这个什么 军光复合体怎么回事 大面积 安述企业这种情况 对于自由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市场 的确是比较罕见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蚂蚁为教廷这事 我想说一个情况 就是这个机制 这市场机制和法制 其实后边都是人 对不对 你不能想象着你说一搞法制 然后就没有人了 法律是谁定的 要由谁来执行 效果谁来评估 它都是定的 所以要不然的话 你怎么能看到有的国家 被你被公之四十年来 描绘成法制的天堂 那么照样有贪污吗 对不对 它不是机器人 只要是人 那就会有人质 比方说这两天美国大学 美国宪法人定的 对不对 但是那是不是有宪法修正案 它是不是得改 一百一十一条法律 没有独角二十四通的性贿赂 对不对 美国三权分立 也没有解决 没有解决种族歧视问题 你这个美国的法律制度 天下最多最严谨了 但是是不是还有社会问题 是不是还有经济危机问题 对吧 所以现在我们大家讲 不忘初心 那美国大宪 英国大宪章 再到美国宪法 美国建国初心 后来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那甚至挂在嘴上的遮疚布 也都不要了 美国的法律控制 现在很多人钻得很好 中国呀 今天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 商业制度当中 出来了淘宝这种东西 应该说是个新事物 这个新事物的发展 我绝不是说应当捏死它 而是说应该把它建立在 法制的轨道上 不能一路假货 然后呢 糊弄起来 你不能有资金蓄水池 然后资金蓄水池 拿到所有的金融的牌照 独角兽 一发而不可收拾 然后还要挑战银行 挑战国家监管权 你作为电商 你得让别人活吧 对不对 一个企业 一旦在社会当中形成垄断 和遏制 遏制市场活力 这是 这是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理念 从技术层面 微观层面来说 这个对不对 那当然是对的 但是我们为什么 没有比较早的 见识到这个问题 为什么让这个 这个巨兽发展起来 然后呢 又赢家通吃 又把金行的功能 保险业的功能 全部都建起来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不是安树 你是谁啊 你不是我胃里边 长的那个疯狂生长 以至于影响我生命的 那样一个东西 你到底是什么呀 好 当然 你很爽 对不对 你爽爆了 爽爆了能持久吗 这是我们要研究的问题 对不对 你太爽了 别人都不爽 恐怕不能持久 因为这不叫双赢 也不叫大家都好 我们的主义 应该是一种呢 普惠的主义 所有的人都觉得好 兼顾方方面面 这才叫普惠的主义 普惠的主义 也可以用政治名词 叫社会主义 就是大家在这个地方 各得其所 而不是一个人 把所有的好处战变了 他一个人 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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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叭� 但是前面是不是还有大象啊 你是不是还脚踩在地球上呀 蚂蚁圆怀夸大国 匹夫汉术 谈何意从蚂蚁到安树 你玩爆了的这种情况 能够持久吗 如果不能持久 是不是可以考虑拐弯了 改型更张了 升级换代了 四马的频道今天就说到这儿 再见